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大鹏教育国华学院 继续学习我们的写生创作课程的第五节 华山写生 来再强调一下,这不是华山 是华山,这个念四声 同学们好,现在能听见老师的声音 并且能看到眼前画面呢,给老师回复数字一 我看到很多同学反应,咱这个声音不够大 能听到吗 这位道友听到了 行,没有问题是吧 刚刚听不清的呢,也没有问题 有回音,咱这个直播间很大 这是个比较开阔的一个视野 老师得履行咱们上一节 给大家讲的这个承诺 是什么呢 咱们要在这个写生创作课 山水模块这个期间做一个拓展 做什么拓展呀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我们老师答应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课前画什么 啊 画什么呀 不知道啊,教堂啊,不是 那个,对 酒寨沟 嗯 酒寨沟 搜索一下哈 我没有提前准备这个玩意儿 咱就看看怎么画点 哇 这个不用颜色肯定是不行的这个 嗯 挑选一个,我记得酒寨锅有那种类似于梯田一样的那种水 我们看看啊,梯田 这怎么还有人儿啊,哎,怎么没有这种典型的呢 我们看一下哈 这个,就类似于这种,咱得找一个七彩的感觉 我们换一个七彩 还是没有太多有特点的呀 它只不过是一种 哦,这个吧 好吧 咱就画这样的 然后争取呢 我们找一些其他的颜色 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再换换 好像没有太多这种 好像没有太多这种 五颜六色的感觉 我想找一些那种色彩比较丰富的 像这种 就刚才那个啊 它那不是应该是绿的,蓝的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这种颜色吗 破彩 嗯,不好破彩这个 它这个是很有规律性的 都得囊括在一个小的池塘里面 对吧,这一层,两层,三层,四层 嗯 嗯 像这样呢 也有,这个太小了 打不开 稍稍等一下 画到这点没关系 我们必须给大家找一个好的 这个咱们看了 应该这里面图片是比较讲究的 可能在我们眼里 这个韭寨沟 这个韭寨沟应该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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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次特别多的一个大场景 这是我们有 有异象化的这么一种感受 好吧 带瀑布的呀 带瀑布的 它光有瀑布 底下没水呀 它没有这种五彩的感觉 这两个 一个横的 一个竖的 给大家选一个 好吧 横的还是树的呀 这是个树构图的 然后旁边这个是个横构图的 咱们选一个给大家画 好吧 好 好像还是这个有代表性一点 树的树的树 这个老师也是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这个 旁边还有一个建筑 比较能够表现出 这个韭寨沟的一个特点 你看呢 这个地方美的像是一个假的 这个不像是现实中可以存在的东西 切换镜头 把这个花山 跟原图 咱都去掉 树的能泼彩吗 横树这个都不能泼彩啊 你泼的话你控制不住 因为泼彩有流动性 咱画这个它肯定是有一个 这种 规律性的转折 这是黄龙啊 指导黄龙 行那咱们就指导黄龙 老师找一幅把三元法 都表现一下的图 再等一下哈 同学们来问题了 马兴忠同学说了个三元法 我现在要跟你讲 在每一张三元法都是齐的 高远平远深远 高远是这种高低距离 对吧 有高 有低 这是高远 平远是横向的 横向节奏 深远是空间 咱们每一张都离不开三元法 这是咱们中国画的特点 知道吧 高度 这种高低的变化 这种横向的 这种宽窄的变化 然后加上前后的变化 这种三元法 不是有一些某些特殊的作品 有三元法 是每一张都有 切记 开始吧 找一张中号的 尖喉猫笔 倒点墨汁进去 这是咱颜色的用得不少 那肯定啊 外边下雪了 实在不行了 扛不住了 这个大屋子没有空调啊 那个小的植物 它那个 整个的屋子它是有空调的 我把这个袖子往里边塞一塞 和韭寨沟不是一个地方 同学们它好看就行了 它只要是韭寨沟附近的这个景就可以了 它不用完全拘泥于韭寨沟这三个字 行不行 来啊 开始吧 画这个 就从我的这个第一项理来看 它需要一个流畅的行李 这我觉得 所以说我们调好了清水 加一点点的 重墨进去之后 先从这儿 它应该是这个样子 首先是细的 这个线条叫细 我们得把它压的扁一点 因为这个图太长了 它应该这样吧 对吧 转 我这职业生涯第一次画韭寨沟啊 这又给同学们看 老师有可能出丑的这个机会了 是不是这个样子 原图也这样 我把它存下来 这个咱们需要把这个图给大家列上去 稍等啊 稍等啊 看啊 同学们 看啊 咱们画在哪儿呢 图片打出来 好嘞 在这儿啊 这很长 咱们可以看得清楚 妥了 很稳妥 好 好 把它打开了 行 没有什么 你看底下 它这个 它这个 弧面不就这样的吗 首先我们中锋突然下压 转侧风 转过来 它就是这个样子的 跟台阳 按一边 OK 我们再沾一点点的这个弹幕 好 强调一下 它大概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 每一笔啊 都得调 因为像这种大块 大面 你要是不把这个 浓淡分清 那就不好看了 那再往下 像是飘带一样的感觉 哎 我们再这么走 老师也很紧张 你要是我第一次去九寨沟的话 那应该是这个样子 第二笔 有浓淡的变化 那底下呢 稍微淡一些 上面它就重一点 找一个区分 那下面 我们再调一下这个 调点淡沫 好像还有河滩 像是岩石 有种岩浆的感觉 在留下来又凝结住了 有用这个味道 在这儿 再往下来 从这里开始转过来 这些课是注定很有意思啊 这样的话就丰富了 不会真的像一个池塘一样 我们就给画出来 说的很对哈 好 站着周末 这样的转拧 再往上面几层 我们还得继续这个压缩 因为不能画的跟圆图 像这边一样 画的这么宽 我们肯定把它往窄来做 我再看一下啊 好我已经觉得熟悉了 我们可以行云流水了 这里还有一个池塘中的池塘 在这儿 和雪景有的一拼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雪景很漂亮这件事 还是在同学们这个印象里 还是这个根深蒂固啊 好 走下去走 看看大概是这个位置 我出了一部分 走你 诶 好差不多出了 差不多出来了 这池塘很漂亮 讲讲调墨 这不都看着了吗 先调清水 再调淡墨 再调中墨嘛 测风 下午听那个江南了吗 那个房顶就这么画的 只不过这个转折多一点 你看他每一次老师给大家上体验课的时候 跟晚上这个课 总是很巧妙的有个结合啊 这边缘 它这个线条一定要细一些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 回来看 突然转色红色哦 一二三三 把它们都衔接在一起 然后再画出最后一层 我们这个已经有一种 一层一层越来越往下的感觉了 这感觉已经出来了 其实我个人感觉 它并不难画 站着注目 我比较喜欢在我也思索的时候给大家讲解 因为这样同学们其实也可以有一个共鸣 其实老是在画画的时候也是在思考的 对吧尤其对我也没有画过的东西 好基本上我们这个池塘就表现出来 哇跟这个图帧差不多 跟这个图帧差不多 下面啊得调整 因为你不能把这个石壁给画得特别的特别薄 我们得给它深入 两边啊 这个侧面下来啊 它也得有个浓淡的变化的 你看这一笔出来 它肯定色相啊 从它这个圆图中色相就有不同 你看 你站着周末去调整调整 没想到哈 这个大自然也会有这么美的东西 沾点清水 沾沟了这么一点点 沟了十六分钟呢 这里有一些灌木丛 这灌木丛是不可以在这个位置去着重刻画的 要跟我们这种流畅的线条啊 形成明显的对比 对大自然跪幅神功 我们只是在它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个调整 生命也是 就是无处不在 边边角角的就能长这些植物啊 然后 然后 把它淡墨塑造一下里面的细节 看在这儿 干笔吧 多用点干笔 多点层次 石井中 这里是有一些纹路的 像这些河滩啊 你不能直接扎水里啊 那总会出来一部分 那这种画画跟咱们曾经学的那个在专项里边有一个 泥江贵州 画的是那个白雪石的对吧 这有一些接近 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联系性 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也得注意一点 就互相学习 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什么呢 不贵其师 不爱其滋 虽之大迷 视为妖妙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得善于学习别人 如果说拘泥于自己 总觉得我自己画的不好 或者我总觉得我自己就是厉害的 不看别人的 那不行 这是看似聪明啊 实际很糊涂 同学们之间这个作品交流一定得 慢慢的得频繁起来 慢慢的得频繁起来 对 我喝水把那么嗓子突然哑了 嗯 可能是冻的 嗯 这里 有些草木 嗯 越往上 它上面这个灌木啊 就会越来越淡 越来越虚 点几个点 表现一下 行了 挑点重墨 继续把上面这些地方 调整一下 那济南肯定冷啊 北方吗 咱们 咱们中国 著名的四大火炉 我觉得济南的温差 应该是紧碎吐鲁番吧 冬天冷 夏天热呀 老舍说的济南的冬天 形容那么美 其实冬天就是冻的好 也没什么其他特点 不能这么黑自己的地方是吧 在这儿 在这儿 加一些石头块 这石头块很润 不近距离看的话 你很难看出来 就像是流下来的一些 这个奶油 有个这个感觉 层次特别丰富 边边角角的都有 加点墨色 找着变化 好的 把这儿先画的差不多了 那底下呢 咱再染一染 这么冷的天 可以穿件雕啊 穿个雕 算了吧 你现在穿雕不安全 你看单位把自己的雕都给宰了 是吧 大家呀 最近也是减少出行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疫情开始反弹了 冬天了 冬天本来就是感冒都发 并且 我觉得到过年的时候 人量增大的可能还会严重 在家里 是吧 好好工作 好好上课 尽量别出门 人家挺好的 别弄得再跟去年三十晚上一样了 好的 咱先把它画到这个程度 暂时啊 先告一段落 那现在 我们把它画出来之后 同样说老师可以染色了 我们可以染成那种蓝 对吧 但是我跟大家说 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 如果全染上蓝绿 拼人这个墨显单调 拿个盘 还有盘子 咱首先得几年浙食 看看老师要把这个浙食怎么用 大东北 大东北 室温27度 对 可能有部分南方的朋友 不大了解北方这个气候 其实就现在啊 在北方一点都不冷 因为山东往南 你要说到江苏 是挨着的 江苏啊 安徽啊 冬天也很冷 这是差不多的 但是没有这个集体供暖 因为过了山东往南 就没这玩意儿了 山东还好 还有集体供暖 这样的话 其实冬天并不冷 尤其是地暖 烤的话 来点浙食 染一染这边缘 你看 这样的话 一会上色 我们先打个底 就跟炒菜提前滑个锅一样 染的时候随性一点 没去过九寨沟啊 太好了 我也没去过啊 咱只是说 同学们喜欢这地方 我一看就给它 多画一看 咱把它当一个作品去画 老师也是做个实验 一定得打底 我觉得我说的没错 有同学是安徽的是吧 你想我还感受到哪里冷啊 我觉得江苏南京很冷 你看南京 南京应该属于苏北 还是苏中 在那个地方 哎哟 那小雨一下呀 穿多后都没有 感觉这个风能顺着衣服 打到你身上 咱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魔法攻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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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再把这个褶石调的稍微的淡一点 并且再给它多铺一些 哎呦 同学说老师画水里去了 对吧 咱怎么给画到水里了 没事 画水里就画水里 三氢跟三氯 十氢跟十氯 它是不是 这个有一定的覆盖性啊 嗯 等以后咱们闭了夜 是吧 这堆课学完了 真的在出去那个什么旅游的时候 境界都不一样 你跟别的普通的旅游的这些游客 真的不一样 老师也有一个很想去的地方 是哪呢 一个欧洲国家 捷克 那是一个画国画的圣地 哎同学们哈 我给大家讲去画国画 那地儿很是画画 就是捷克同房子 我看过很多照片 当时我在读硕士的时候 就好像是最后一年 我们班已经准备去了 老师带着 哎呦我那兴奋的 我觉得那一定能出很多好作品 当然玩心也重 你看那地方很美 什么柏拉格广场等等等等 准备去呢 结果多种原因没去成 后来又考博了 结果就没去 我很期待 你像如果说有条件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看 或者说去青岛也行 青岛红房也很多 大红房子成天成天的 很有形式感 你从画了山水之后 这个出去写 出去写生啊 去看世界这个欲望 会增强很多 哪怕现在有很多同学正在工作 是吧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勾前 还有诗和远方 那我们再画画 我们这不就是诗和远方吗 我们把远方拿在自己的手里 绘画有博士那肯定的呀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我的这个研究生的这个专业 是山水画专业 而且不仅是有而且分得很细 书法也有博士 水里为什么先染褶石 终于有同学问这个问题了 这叫打底 你不觉得当我们染上这个褶石之后 这个画面会更加的丰富吗 并且它打湿了 打湿之后 我们已经为颜色的这个相互运染 已经做好了先天条件 打底色有目的啊 好 把这个程度 咱们拿出 小盘挤一点点的三星 拼图 这个拼图就想找点浓淡 那就ok了 就刷的嘛 不要觉得这个 国画专业的什么 数啊 博啊 又很好考 其实也挺难的 毕竟你的外语得跟国家线 就过吧 一些专业的一些文学呀 你就过呀 那挺复杂的 真的到了过去本科之后啊 这个国画专业 其实画画东西就不多了 而是研究课题 你的研究历史文化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普通的文科 你需要看的书很多 这是为什么学历高的一些人呢 他可能画画一般般 真的他们画画有的时候画的真的一般般 但是 这个学术水平很高 因为他看他们的书 来 染的时候 我推荐大家 别染的 特别匀 你像我们现在这个打底的这个效果 已经出来了 对吧 打底的效果已经出来了 有折石在底下称着 他这个颜色有变化的 颜色有变化 画画就画画 还考什么卖语 不对 我们这个专业 就是像山水画专业 你要说光画画的话 那还上门大学呀 你什么都不用上 你动静就能画 但是实际上 对于学科这个东西 你需要对国家的学术是要有贡献的 这就为什么它会成为一个专业 它不仅仅是这个绘画 它还有一些这个别的 你像学术研究 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不仅仅是就光画画行了 真的要是网上考的话 画画的时间真的不多 你主要还是得看书 说太多了 不能太说太多这个题外话 大家看好 我们一直在刷的是这个三清 可这个三清表达的这个纸面上 大家会发现 它怎么好像这个颜色不太相同呢 这就是我们打底的作用 什么时候试试在陶瓷上画 在陶瓷上画跟它纸上画是一样的 只不过它烧制过之后 你画的东西会有一个比例的缩小 所以说在头上画画的时候 你尽量的就画大点 它会变形 其他都跟在纸上差不多 加厚颜色 一层层的来 并且后颜色这个面积没有那么的大 一焰不代表俗 凡事需要控制 我们选择把它画上这种宁静淡雅的感觉 因为这个水面太近了 水面非常的安静 有藤黄 那里有藤黄 不能加藤黄 藤黄太跳 藤黄太亮了 颜色不稳重 除了调绿色的时候 咱们山水极少用到这个藤黄 在陶瓷上画画不是国画颜料 也不是墨汁 是一种特殊的颜料 这个 有景德镇的朋友 应该可以 应该是有了解的话 他应该是画的一种 幼彩吧 反正感觉不太一样 等大家画好了 去景德镇画画去 你给人画画 人烧完 能送你几个瓶子 要真画好了 一些名家 去趟景德镇 一个瓶子好几万 很了不得 就是你给人画几个瓶子 你画一个价值都不菲 你要说一个瓶一万吧 你画它十个一天 最后还能送你几个 好 再往上走 咱们这个颜色 稍微有点变化了 有浓的 有淡的 层层叠叠地往上走 我看看 好像没有那么透亮 能不能加一点点的太金兰 可以加 但是老实告诉大家 加了也没用 它只不过是改变一点色相 太金兰 咱们确实一会儿 确实会再加 但是只是改变它的色相 国画颜料呢 它不是阴光粉 你想它发光 那是不行的 我们要画出透 雅的感觉 好 画完之后 咱们挤一点点的三绿进去 挤在盘子边的一点 还有三绿 改变一下它的色相 现在开始改变了 我们得丰富 染三绿的时候 是不是要有笔触 你说这个用笔的方式吧 没有就涂 感觉能把这个颜色融合为一 就行了 来 上一点点的三绿之后 我们呢 来点鼠红 还有一条 还有红啊 这里可以有一些紫色 知道吗 鼠红还可以这么用 它并不是真的是一种红 看这个颜色 这才是里面荡漾的这种变化 这样加上就好看了 这是咱们国画 国画里边用这种用色还不多 如果你要是真的去画油画的时候 一般这种画这种蓝颜色 像加一点点的这种大红啊珠红啊 做一个颜色的调配 或者说是深红等等调一些复合的颜色 这是很正常的 这才是七彩的这个酒窄沟吧 光蓝和绿是什么意思啊 加一点儿 别加太多 一加太多的话 会漏切了 不行了 显得画面花里胡哨 有变化 来 最后咱们加入同学们期待已久的 太金蓝 太金蓝比较亮 太金蓝是比较亮的 但是它没有亮到发光 也是仅能微微改变一点点 这叫什么呀 这叫从一个整体中去找变化 你要这么大一个池塘 你给它就给它染得来弯弯的 有什么意思呢 它不好看 这把它面积太大了 整体就这么一种颜色 学海派 有没有什么派别 海派 如果真的学海派的话 同学们 你得看你学海派的谁 对吧 你学的是海派的谁呀 你别说就这个 他们之间差距太大了 你像三任 任雄 任怡 任勋 任伯年就是任怡 也是最出名的一个 你是学他呀 还是学别人的呀 海派 叫海上画派 也叫上海画派 你在上海的时候画家多少人 你得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 好了 现在的话我觉得是差不多了 不过我们把颜色发生之后 大家可以发现我们这个池塘有些看不出来了 对吧 这个池塘边缘 颜色逐渐的加重 就会让你的墨色逐渐的弱化 变淡 这个时候咱们再调一点点的墨色 做一做调整 重点 找出来 不要觉得太黑 因为这是试的缘故 等干了就没那么重了 现在这个基础上 你就是往上刷清水 它也会变黑 对吗 对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整体了对吧 终于是完成了差不多了 那下边这里还有一块 我们留了一个稍微留了一点点的位置 考虑一下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这里也有一片小湖 同学们在以后毕业了 自己进入创作工作了 也没有必要去考虑自己 我是个什么派 你们自己自成一派 这才是中国绘画的一个现状 非得跟着谁去学吗 因为艺术 因为每个人的心都不一样 那为什么要画的一样呢 找出自己的特点来 这个比什么都对 前几年潘天寿 在故宫 在中国美术馆 故宫博物院 办了个展览 办了个展览 前几年 潘天寿大师都去看 结果呢 来了几老头 在潘天寿 打听前面那幅画 看了之后 下跪就磕头 帮帮的磕的 岁数不小了 然后在那猛磕 你猜是干什么的 同学们 想想 这干什么的 真是这么真诚的祭拜 无常说 又不是神仙 为什么 肯定旁边有拍照的 对吧 炒作 这事 有什么意思呀 非得 你在这磕几个头 你就是潘天寿学生了 门都没有 所以说 不要去说 学一个 我跟一老师学 我就去向他 我说 或怎么样 你们早晚会找出 自己的这个路子的 咱不管是 初阶 中阶 高阶 高阶课程 就是努力的培养大家 有自己的创作感觉 创作感情 这才是关键 秋天的满山红叶怎么画 那就用红色去点 把咱们直接原来用那种黑点改成一种 用猪标也行 猪杀也行 不同的红色去点就完了 远处的密林 有一些比较整 看这里 逐渐远去 好像远处比较多的是 数值的线条 因为远处的 如果特别远的话 同学们 你去看这个特别远的这种数的时候 它不管是多么的歪七扭八 你也看不清了 远处就是模糊一片 这是远山远书的一个概念 你不管是从什么画种 特别远的树林 很少有把这个树枝取折画出来的 因为没有意义 远处本来就模糊 你在这画的都是歪七扭八 总是觉得 怪怪的吧 天哪 哎 我想来 哎呀 不行不行不行 站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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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学为什么不画满山红叶 我觉得 我记得之前视学出现过这种红叶吧 秋天呀 红叶呀 没有什么特殊的啊 就是把叶点换成了红点 树画的清晰一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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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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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组我选择把这留白啊 别图的老师都是 在这 嗯 转过去 这边有个留一个小的空白 画面的空间感会非常的强 在写生的时候 好看的留出来 我又回到我的这个话题了 有的时候在图片里你觉得很好看 但画出来都不好看 对吧 但画出来都不好看 下面 下面 就想知道后面这满山茂密的树怎么表现 哦 有同学是说 把后边这根树全画出来 对吧 这个啊 不光是这个热不热身的问题 全画的不好看 知道吧 很难看 在画画里没有这么表现的 到处都是树 一块树都没有 把树全点上 基本的画的密一点 圆着画的松散一点 有什么都行 树就是树 跟这一样 你要说把这些小树团 底下这些东西 来 这东西一二 这玩意放圆树不就它吗 把这堆满了黑的 有什么意思啊 不能这个样子啊 必须得留出白来 就这么表现 你要以你的华为核心 不要总是想着有个东西 我觉得好像难度很大 但实际上如果它表现出来 并不好看的话 谁会费那功夫啊 我们最后的这个小房子 加点猪末 油画可以吧 油画也不会一颗颗的扣出来的 也是一大片的绿 加一点红 红 紫 等一些复合颜色点一块去 它也不会去画这个树 抄写石也不会 因为大家见过很多抄写石 你见过抄写石画这么大圆景的吗 抄写石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啊 就发进去吧 来 看啊 再往下 点几个页点 把这个房屋的基本的样式我们找出来 李柯染的 呃 万山红辫画的是毛茸茸的感觉 怎么画出来的呀 哦 这位同学对万山红辫的理解很特殊啊 我怎么没觉得万山红辫是毛茸茸的呢 我觉得万山红辫画的很整体啊 万山红辫是不可复制的哦 你要说 你说那个万山红辫有难度吗 说实上没什么难度 只是把莫茸分清 画万山红辫这个难度 比李柯染的画那种梨江啊那种黑山啊 简单多了 他那个黑山不好画 莫茸掌控极其的这个刁钻 但是万山红辫很好画 却又不可复制 那是因为他的颜料 据说李柯染是拿自己的画 从故宫里画画出来的乾隆的这个蛛杀 那玩意儿一共就几斤 好好的 他全给用了 你看 不会再有了呀 好的 加一点点的这个中卧 加点中卧 在这儿 好好的 点一个点儿 行 这就差不多了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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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那是不是李柯染成了历史罪人 那肯定不是 那些蛛杀有什么用啊 那一张万山红辫一个多亿 你想想 一个多亿两个亿的 这还是创造价值 那些蛛杀卖不了那么多钱 勿以稀为贵 同学们 这画画并不是说你画的好 他就能值钱 而是在于 这个人都不可复制性 这世间再也没有下一个李柯染了 你说如果说 我从现在开始画画 我能画的比李柯染的技法 更加精湛吗 老师跟大家说个实话 谁都行 但是李柯染只有一个 你哪怕画的是 以他这个风格一直走下去 你画的比他还好 没人认你 因为李柯染这个印象 给人感觉根深蒂固 你无法超越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支持大家 走出自己道路的一个原因 别去想谁 没有任何意义 尤其是明家 因为他们是 永远都无法复制的 你说齐白师那个虫草 他画的虫子觉得精致 实际上我 二十分钟三十分钟都没画出来 哪怕不是照着他的画 你随手给我一个昆虫 我也能照着他画出来 但是我画在后有什么用 没用 所以必须得找出自己的路 其他都没有意义 来吧 咱就把它给画差不多了 金井 中井 圆井 包含着丰富的色彩 画了在你一个小时 这只是一个局部 如果说你要是再去画 其他的 一些其他的这个作品的话 我还是推荐我们可以选一个更大的井 更大的纸 这只能说是一个小的图稿 用的时间虽说不短 但也仅仅是一个巨型创作的 其中的一个雏形 来吧 往一边 哎呦 拿张新纸过来 咱们得正儿八点的开始了 颜料牌都放一边去了 哎呦 切换镜头 好了咱们回到了这个页面上来 再往下 掌握画山的基本绘画理念 是吧 我们来看看诗图 这是一个大圆角 并且啊 在老师的这个绘画 这个这张作品里 我们还给他加上了日出 提字是日出太画 看 画山 咱们画这个 有同学说远处的植被画点颜色不好吗 不推荐了 再画颜色啊 这画面太乱 知道吗 太乱 你画面总得有松云井 颜色的丰富啊 在于对比 如果到处都是颜色 它反而没有个对比 这个其实同学们可以去试一下 近景 远景 没有中景 这就是特别开阔的画的一个特点 在整体都是远景的程度之下 近景很难出现 除非是这些特别大的山峰 它可能海拔有一千多米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离近的话呢 咱人可能就是这里的一个小点 一个小点 我们画这一块可能就是一个很大的石头了 对于远景来说 更给学会盖口 山峰上的一些这个树啊 这个等等一些其他的东西 都忽略 树就是点儿 知道吧 或者有一点点的外形 你去勾树叶 勾枝杆没没任何意义 只会显得这个画面不够远 不够开阔 而今天画的这个呢 还有一个重点 那就是这个云木 大家可以看 这是一种适中的云木 之前我们在画泰山的时候 那个云海特别的厚 画黄山的时候 鱼又特别的薄 这个适中 对吧 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书 我把这个衣服脱下来 太黏了 好了 来吧 下面咱就开始了 切换镜头 把它去掉 画山跟圆图 咱们都找出来了 现在咱就开始 首先我们要从近景开始 着笔 看啊 看到这怎么办 拿出中号的尖刀毛笔 在画面的中间点 我们把手指落在上面 同学们 把注意都集中起来 咱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正式的这个作品了 里边的支持点肯定比那个什么九十个多 然后小拇指往左走 在中间点的位置 大约从这到这 中间 这是四分之一了 再稍微往右靠一点 这咱们七笔位置 点点 在这里点一个点 以它为基础 我们逐渐的往下画 这一张作品的难点 在于整体是一个山峰 但它却分很多块 这些块还不明显 像是一块块的一个石头 从这个树里顶了出来 其实这个是不好画的 如果我们就画一个远山一个山峰 那很简单 但山峰如果切块了 你第一 就要保持它很完整 很整 第二呢 又得找出变化来 其实在这里面这个笔墨的要求 比较高 笔墨要求比较高 来我们开始 沾一点蛋墨调重墨 以上这个点为基准 向左下画出石块 有一部分石块是裸露的 另一部分呢 它埋在了这些 茂密的森林中 垃圾 起好了位置 咱们就拿垃圾的看 好 以这个为基点 咱们把整个山头的外轮廓 首先表现出来 用到什么技法啊 解锁跟匹麻的结合 它形式解锁 比匹麻村转折要多 又没有解锁那么复杂 那么有规律和形式感 看吧 线条是曲折的 以淡墨齐比 以淡墨齐比 下转折 向下转折 向左 这就是山脊 就是脊背 这后背 鼓起来的 能把它画成鼓的感觉 那就不容易 再往下来从这儿 下行 你淡墨齐啊 别着急 这张画真的并不复杂 但是比墨要求很高 比咱们画的刚刚那个黄龙啊 指导的那个黄龙 它层次要丰富很多很多 难度也要大 看全是淡墨 在淡墨中长出细微变化 其实这个山头画到这个程度 它已经很漂亮了 只不过它不完整啊 来 年转过来 山峰是从我们看到的这个位置 逐渐走 哎 转过去 再往上顶出来的 这个味道得有 它是从 近景逐渐的转了过去 在这儿中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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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中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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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路 对 这句话呀 彰显出了华山的一个特点 太险了 对吧 很险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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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这个线条不能滑直板 滑就是感觉水满很多一条 哎呦成了一个黑线 直就是没变化缺少变化 而且湿比过多 咱这个以干比为主 线条不能特别的乍眼 像是一个头发不是特别旺盛的人 把头发两边披散开一样 不行 把它当作一个石块 这是石头 它虽说有一些长线条 因为在华山啊 它这个石块其实相对来说比较严整 可又有很多的裂缝 咱们表现的其实一是结构 二是它这个山体本身的裂缝 二是少了一点啊 华山的感觉出不来 去过华山两次 见到令狐冲了吗 这是令狐冲的老家 如果画这个花的话 也得老占 你看我最近是这样的处理 这个华山 看这个华山 画一幅房子 这个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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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华山 调出弹幕 逐层 加重 卡这么一个石块 fug这么大劲 这个地方有一个 先向右右往下的这样一个动作 不能直着往下来 大家思考一下 如果我们从它这个山脊线上 直着就往下走了 会显得这个山脉啊 它薄了 像刀片一样 它没有这么薄的 稍微它是有一点点的弧度的 一点点的厚度 不能成一个线 成个片 那都不行 来啊 好的 逐渐深入就OK了 开始加重 精彩的地方来了啊 寂寞 在这个画面中寂寞相当的关键 老师 你比第一期画这个画山啊 棒多了 这个其实不是啊 因为 对于咱们当时那期来讲呢 对于这个绘画的理念呀 在 专项的时候 比较的根深蒂固 因为在第一期的那个学生 基本上专项就是我带出来的 其实第一期咱们对于绘画的理解啊 跟专项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越往后呢 大家听的课就越来越多了 是吧 大家也穿班 也学 慢慢的能够对这种自由松散的这种 法则呀 这种变化呀 有一定的那种接受能力 来把线条拉长 有一些线条是比较严整的 它比较直 它比较长 以前专项里面 学到的这个山水村法好像没有用物之地 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没有你之前学到的专项 这张画你提笔的能力都没有 真的根本就不知道怎么画 在写生里面 村法也是很重要的 只不过它已经变形了 你得根据实景来去做改变 咱不说呢 村法有八种 但是国内的山 有几十万座 上百万座 每一个风头 每一个山头长的都不一样 你这怎么说理呢 是不是 你这怎么说理呀 所以必须得有改变 如果说我们这个 华山写生创作 给大家找八座有代表性的山 把咱们曾经学到的村法再冲进来一遍 那没意义了 都是典型 都是平头尖尾 是吧 都是什么比比分歧四面三放 那种 就失去了我们的意义 现在 老师是带着你们 是逼着你们走出自己的路来 这一点点的中 加进去 开始有积墨的效果 在这个时候 我们用更重的墨色 再把这个山头 竹层劈开 你看 一 重啊 有这么几条 崇拜每一位都上过山的同学 嗯 他挺吓人的这个地方 为什么当时这个华山派在这 人会轻功啊 直接就飞上山去了 是吧 配不上去的也配不修路的 能在这个地方 这几脚跟哪里修出这种山路来 不得了 来 看啊 这个点 这一层 还没燃呢 就已经很丰富了 整周末 整周末 嗯 不得了 这么多的 人家 也不得了 太多了 这一层 这个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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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上走,墨色,转弹 圆处,先勾了一个大概就可以了 远处的山脊墨色偏淡,线条偏概括 看,它是一个从这转过来,一整片连着走过去的 现在,打点儿,调的这个点儿也得有变化 调淡墨,站住墨,找出变化,点点子 这什么呀?首先,为了表现结构,我们把山脊能给它概括得更明确 第二,在原画中,这地方这个树还是挺茂密的 一层一层,一棵一棵的 看,你适当的得有这种墨点的存在 看,这里也是,它其实都是一棵棵的树 真给它画成树吗?没意思 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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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幅 正中墨 找变化 大点子 有大有小 距离有近有远 也不容易是吧 这一块石头 我们在上面画了很久 真的是层层济染 每一层变化都不相同 把这个 咱们课程中的这个环节 老师希望大家能够记在心里 因为当你们以后 面临那种巨型的创作的时候 两米往上 三米往上 甚至之前 画这种一丈二的 三米六这么宽的那种大画 有的细节你真的有这样去做的 得有能把画画进去的能力 这个很关键 你像当水平达不到 画不进去 好的这就进去拉远一点 我们看看效果 像雀花秋色图里的山 有点啊 知道雀花秋色图画的雀山和华山在哪吗 在济南啊就在我现在给大家画画的东边不远 大概有个十公里 甚至不到 过去就能看 长得跟赵工夫画的 真是一模一样 像个小土坡一样 并不高啊 来 长条 我们拉近距离看一看吧 是不是线条比他比刚刚画的概括呀 线条概括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大家不好意思去问 就是松 一笔带过就能代表很多东西 而这我们是一层一层来的 大家试想一下 如果我们现在画的这一组 跟我们画的山峰很雷同 长得很接近 用的力度也一样 那肯定是不行的 那它肯定很不舒服 所以说了了几笔 又回到咱们这个画的 老师爱说这个词 了了几笔 就把它找出来 我不管是这个正式课还是体验课 都是两只笔 一只小狼猴 一个尖猴 是吧 对 但我平时自己创作的时候 你要比较有我个人风格的人画 我也会用别的 我很喜欢用一只笔 同学们可能都不大用 叫诗欢 很硬 基本上是不存水 画那个线条很干涩 叫诗欢 那应该是毛笔中最硬的 比狼猴要挺多了 诗欢笔 大家不用感兴趣 对你们来说肯定是不好用 因为它不存水 对这个墨色的掌控难度极大 来一股做气吧 咱把这边的云雾也给大家添误 云是不是需要打底 不需要 直接淡墨走起 笔尖揉出来 勾线笔的一种 不是的 我用的那种诗欢 不是勾线的 就是画画的 跟这个一样 跟这个一样 不跟勾线要那么细 它挺粗的 要不说它难以掌控呢 然后做个换衣服 这种换衣服 我觉得今天我们来说 咖啡 看,咱把匀雾表现出来 这样很高级,很雅致 可以继续深入啊 把墨色调得稍重一点点 看,第二层 看,咱把墨色调得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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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好的,拉远距离 这里有几个白块 稍嫌突兀 不过,它的影响很小 一会儿咱们得上颜色 这边颜色比较重 让它入味一体 因为在原画中,这几片裸露出来的岩石 它比较的眨眼 咱不能给它画得这么样的 太跳了 显着画面太乱 与这几个白块啊,一会儿咱们得压下去 先给它暂时保留 行了,近景,咱们就画出来了 当我们把这儿遮住的时候 画面还是很舒服的 一会儿染上颜色 这也不算什么了 欣赏一番,老师喝口水 嗯 OK 同学们已经看得差不多了 咱们继续往上走 就画面的右侧远景而言 就画面的右侧而言 咱画的一些笔触啊 颜色呀 丰富程度啊 要弱于近景 要弱于近景 那在画之前 文龙坡县 得稍微强调 把它稍加重一些 不然的话 一会儿天上云雾啊 加上暮色呀 显得这个石块漏漏气了 那兜不住 好的 开始吧 一组画完 回到另一组 在这儿 起笔的位置 在中间的稍微偏下 画面的右侧 在它的这个纵向的中间 稍微偏下 画出小石块 说是小石块 体量其实比较大 远山峰的其中一小部分 也在这儿 有一些折袋存的味道吧 是吧 起笔 拉近 咱们的老规矩 继续往下看 怎么看都像山里的鸡血 在这儿吗 是吧 有雪井的味道吗 可能下了一点点小雪 说不定会出这个效果 如果想要营造雪井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用染那种褶石色了 因为咱们这儿还是染色的 概括多了 在这个地方 你看 转折呀 比较硬 层次比较丰富 在这么复杂的山势结构之中 它是会不由自主地引导着你 把这一块 这个画面中的这一个部分 逐渐的画得越来越丰富 好 再往上 拉远点整体去看 如果山已经染上褶石色了 发现山画的线条狗还能春擦吗 就是颜色干了在花末 对可以 如果是青绿的话 你不好加了 但是如果是这种浅降色 其实我们的广化原料 没有办法盖住墨色的 你可以随时往里面添加 甚至老师可以跟同学们 给大家这样去讲 一定要再去加 因为染完了颜色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画面 一些曾经很重要的 你着重刻画的地方 它会削弱 这是必须要找出来的 这不仅仅是能不能行的问题 而是必须的问题 你肯定会在画面彻底结束之后 还会再继续调整 这个是很正常的 这个老师曾经就应该交给你 哪有时候画完了不调整的 看狂胖多了 你这都能严整 这里都能能松散 在往上走 拉远距离 对于我们这个圆景来讲 有根境界 部分冲突 什么意思 在这个为止 圆途中 它的膳势线条 其实比这要更加的丰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人为加强 把这削弱的原因 对于这一片 它并不是画面的重点 但如果根据它这个原样 实事求是的话 其实后面这个线条 比进行多 那咱们这个空间就会觉得稍微有些别扭 所以说当它画完了之后 再往上 我们的线条要在 它为基准的这个基础之上 要弱化 不管是莫瑟 还是线条数量 稍微的都得有一个弱化的倾向 起笔的位置 接近了画面的这个 上方四分之一处 大概是在这 沾清水 再来 再来 下方四分之一处 从画面 这哪里还有啊 下方四分之一处 还是选择这个线条数量 在后面就是一处 很好的 是吧 所以能够先上 你再去下视频 先到这一处 你再去下视频 然后上这一处 要完整 同学们仔细的看一下 当老师画远景的时候 我拿毛笔的位置都靠后了 真的 我都快拿到这个笔端上去了 这样的话会让我的手 比画这的时候更加的灵活 我在画这的时候 我的手是这样拿的 靠近毛笔端的中间偏前 这样好控制 把我掌控 但到了这个位置我就拿的远了 看 线条甚至出现了那种微微的侧风 这个地方啊 回放里头多看几遍 灵活的这个用笔 可能出效果就这么一瞬间 出效果就一瞬间 一笔两笔就在一个关键关口 突然就一笔过去了 大家看不清这是正常的 一定要咱会往里头看几遍 就这个位置 好 下下 转折 我来咱们 你咱们可以帮我来 不要我来 我来咱们 再给我来咱们 我来咱们 那咱们 我来咱们 这里面有另一层 有问题其实问啊 大家不用太低调 上课就看就问 哪里就不明白 一定要说出来 这些东西啊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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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周末再往里面去一点一点的添加 线条越拉越长 笔枝顶峰这个位置 我们下面这个线条明显是拉长的 这是一种节奏的变化 远山也是解锁村吗 也是解锁村跟匹麻村的一个结合 跟近景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在画面中明显的看出 近处的这个山峰 跟远处的这一片山峰 它的这个画面语言是等同和统一的 语言等同 其实就是这个村法塑造的形式 它是结合的 对吧 它是结合的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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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入美鞋参加画展花鸟和山水哪个好入选 如果是级别比较低的话 如果级别比较低 像只要不是中国美鞋 还有或者说一些规格比较高的省份的省美鞋的话 山水和花鸟都比较好进 像一些社区里的活动 市里的一些本地区 你像地级的美鞋 或者说是县级的这些花鸟山水都一样 但要是进中国美鞋的话 花鸟非常不吃香 尤其是写意的 这个是现状 这个老师不明白为什么 山水入选的比例 因为我参加过很多国家展 也过过不少 山水是比花鸟要容易多的 但不如人物 如果国画展的话 人物比较好入选 这是为什么 因为它有主题性 因为你像这个 艺术偶尔也是服从于政治 所以它这个政治倾向要明确 你要现在的话画医务人员 打场景组合 画这个军人等等等等 这很好入选 画个差不多就行 当然你这个造型能力 肯定得保证啊 它是可以的 但花鸟 尤其打协议的特别难 因为不好评判 各花入各眼 你评委喜欢不喜欢的 还得服从对公笔人物 协议人物也挺好过 就是山水和花鸟都不容易 山水比花鸟容易一些 这个大家问问你们 这个花鸟老师 他们都是深有感触 尤其是对这个展览 比较熟悉的 再来一层 看来是这座 远山 多漂亮 在近远整体的语言 画面语言统一的情况之下 它很概括 很放松的 很放松 就这样一层一层一层 这个地方比较放松自如 那再往远处更概括了 概括到我们几乎已经不用线了 那就不用这种线条了 直接侧风去晕染出来 从这个位置开始 在这儿 挑点弹幕 加些水 可以 插除墨 山水化村法怎样找结构 这个问题问的好大呀 山水化村法什么村法找什么样的结构 这不就是以万轮廓线为主 内部的主线条像这种为辅对吧 万轮廓线中间的主线 先把股价立起来 然后一层一层去找吗 这个是咱第一节课就这么讲的吧 就你的毛笔去找啊 这个怎么要去说呢 对不对 其实就是 用不同的这种笔触 表现不同的山石结构 这就叫结构 结构并不是说 把外表都剔出来 里边是不是有个指甲 撑住不是 从外到内 你画的每一笔 都是为你的结构而服务的 你看这种层层叠叠的感觉 对吧 层层叠叠的感觉 线条如何去排列 穿插 那就这样去讲的 你要说线条如何排列 咱可每节课都会说 对吧 不同的话 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去讲 这叫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 是不是可以理解吗 好想把这两个图片给大家去掉啊 就有时候阴阳面找不好 好阴阳面 那这位苏星同学 你看一下 咱这个画里有阴阳面吗 你能找出阴阳面的吗 不好找的 因为它这个面太多了 不再是单纯的 你之前我们都给大家讲过 十分阴阳 对吧 上面一个面照上 那是一个简单的结合体 没有咱们这个现实中那么复杂 如果说我们画的一座山头 它是由十万块大石头给组成的 那我们怎么能找出十万个阴阳面呢 是不是 靠近结构线去寸擦 那是肯定的 你靠近它去画的话 落笔结构线出是最多的 它就是重点 这样才能彰显重点 对不对 为什么山头第二遍用重墨 染山头总是晕出去 水多了 这个是很明显的问题 水太大了 你水一大了 它自然会出现这种现象 水一定得控制好 尤其是重墨 并且在点中墨的时候 别说水了 你的墨都给少 对不对 你这个墨色也得少 画画啊 尤其写成的要以自然为出发点 我们的效果 你比方说 我们需要注意什么 墨色变化 对吧 提案转折 空间虚实 我没有任何一节课区 要求你去找阴阳面 对吧 没有这种光感阴阳 没有 哪怕上一节后 我也没有这个要求 咱要是把线权的质量 要提高 墨色的变化 得丰富 前后的空间得明确 这就是一场好画了 在这三种能做好的情况下 你会变得越来越好 还不如我在这看到了 画山好漂亮 但是我在这纠结 怎么这个阴阳面 我怎么要去找 你这不是为了画画 而去找的 而是纯粹为了这个阴阳面 而去找的阴阳面 太刻意了 不需要这个样子 好吧 放轻松 不能纠结这些东西 这一定大家一定得注意啊 近景的山脊 是怎么画得鼓起来的 没有看懂 首先咱们要来 这个给大家讲一下 我找上纸 这里给大家讲一下了 我们拿这张纸吧 这里面还有作品呢 谁的呀这是 没了解 应该是香吉老师的 这个用来当擦壁纸 浪费 我们首先从这里开始 画山脊线条 咱是打一个比方 我们从这儿 找一个线条 它已经有这个体验 和这个转折的变化了 对吧 那我说的这个错误的话 还是这样 你这样画出来都是薄片 薄的 是有点像这个 棕榈的这个叶子 那我们怎么样画呢 这样 你得有一个先向右 再往下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吧 是鼓起来的 这边也是 这不就鼓起来了吗 当然我们在画的时候啊 这根线不能这么重 你像我在这里 我是用了一根淡线条 两边为主 它就模糊了 看不清了 所以说结构线 大家不要误认为 它是一根线条 而是一个位置 如果有本记下来 主要的这个 这个走势 尤其是山脊 山脊 绝非一条线 没有山这么薄 它是一个面 是一个部分 需要用这种重点 照顾的这种意识 把它用最丰富的墨色 表现出来 记住啊 它并非一条线 因为你画一条线的话 会感觉像是这个 肋骨 围着这个胸椎 这样去画 这也不是的 我在这画 只是给大家打一个比方 做一个示范 还有 靠近结构线 的一面一侧寸 来分阴阳吗 不要再去就一些 分阴阳的东西 咱日本没有 光这一个小块 它就能分出自己的阴阳来 你能找出来吗 不能 不要去刻意的 回到曾经的技法中 我们技法是服务于画面的 再记一条啊 技法服务于画面 而绝非画面服务于技法 这可非常重点 你学到的本事 是为了画画的 而不是画画来证明 你学了多少东西 你学到的所有东西 都是为了画画 为了最后的画面 呈现出美感 对吧 呈现出高级的感觉 而绝对不是 是吧 我画一张画 只是为了彰显我学过什么技法 我老师跟我讲的阴阳 我一定要画出阴阳 老师跟我讲的品牙村 我一定要 按照老师给我讲的 那个品牙村 那个线上去画 那样越画越死 就把自己卡住了 你的脑子里 除了技法没憋的 对吧 所有的技法 服务于它 并且灵活运用 来哦 记住 所有的技法 服务于画面本身 并且灵活运用 而画面的主宰是什么 这个石涛就给大家讲过了 画面的主宰 是画家本人 你来掌控它 所有东西听你的 对吧 到最后呢 所有东西 要听同学们的 因为你才是你们 这个画面的主宰 我也不是 对吧 来 调弹幕 咱们继续来画 我觉得我把这个点 说得很清晰 让我自己很开心 对啊 你看你画面 是不是需要啊 没有那种很强的光感 在为什么找它呢 用淡漠先把云的轮回画出来 天空变成绿色了 会不会很好看 我没有尝试过 这是点出来用笔尖 它匀层不厚啊 还是用笔尖最好 嗯 刚刚老师说的 这个绘画者 画家是作品的主导者 这并不是我的画哦 对吧 这并不是我自己发明的话 这是美术概论里写的 这个几乎 看过美术概论 都会知道这一点 只有绘画的这个人 才能是画面的主宰 其他的一切因素都不是 不是天气 不是环境 像咱们说的 自然 那是绘画的蓝本蓝图 和你的这个敏感来源 它只是做一个支持 它是你的来源 而画由你创作 画蓝色的天 能不成这个 是说极光 有画绿色的天空呢 咱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陆玉顺 陆玉顺画那种比较有形式感的作品 他会选择用三绿色 或者说一些他调配的 比较复合化的那种颜料 一些绿颜色 把整个天都刷屏 但是那种是很靠后期的 他的作品里 是完全看不出画的哪儿的 他就是非常有个性的山水创作 在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其实也是想画什么就画什么 画画是内心写照 你心里怎么想的 有什么 那你的画面里 它就会有什么 另外咱们想画什么颜色都可以 那肯定的 但一定好看 如果像有一些追求个性的一些艺术家 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么画不好看 但就是因为别人没有尝试过 他便去勇于尝试 这些呢 到最后也不会特别的出彩的 因为你必须得让自己作品呢 真正的具有美感 而不需要自己去废口 去翻译 真正的好画不用解释 往这一放 大家都懂了 要不说这艺术这玩意儿 很深复杂 政治说反之说 总体还得有效果 加重啊 加重说小心 多漂亮 从古到今 不论中外 老师其实给大家总结出来了一个特点 就是抽象绘画 或是这种意象绘画 像咱们中国人呢 他比较讲究这个意象 对吧 画面感受 你要在国外呢 抽象派 立体主义 野兽派 等等什么 巡回展览画 等等等等 太多了 这些东西呢 也是 可以用咱们中国话来说 也是比较写意的 真正的写意绘画大师 不论中国人 还是外国人 他们都拥有着极强的造型能力 所以说基本功要打扎实 你后边才能有质变 量变 量变是推动质变的根本 当有一些人投机去巧 有一些 有一些可以去 那个 有这样的人呢 反正怎么着画协议的 又不需要画像呢 为什么要把自己练的这个基本功这么强呢 我可以直接就 天马行功就可以了 也行 但是呢 成功的人很少 而几乎没有 对吧 成功的人很少 几乎没有 像 梵高 是吧 梵高画画 感觉他画的不像 什么鸢尾花呀 像是葵呀 星空呀 自画像啊 感觉人都已经变形了 但是梵高小时候画的素描 我是见过的 不说多么的出类拔萃 但在统领里绝对拔劲 是绝对拔劲的 像毕加索就更不用说了 毕加索画那个女人铁 就跟一个副块牌撵碎了一样 有这感觉吧 一张博尔牌 上面 比如一个K 上面一个人头 然后你把他撵碎了 这个眼睛鼻子拧的歪的道路都是 他感觉画像博尔牌一样 他自己 这个 他是比较尊重这个立体主义 但毕加索 14岁的时候画的素描 你画个人头像 能画的跟真的一样 14岁啊 烈位 不敢相信吧 那时操最后 狂放的破财 极致的这种意象化 但实际上他能 临摹是滔的 能以假乱真 这真都是 那个 典型的例子 吴冠忠 赵无极 这些人的造型都是极强的 这并不是他们是天才 而是真的付出过努力 这也是同学们以后 要去追寻的东西 不管以后画多好 成了多大的名 基本功不能拉下 随时去练 临摹 要随时的这个 跟上 状态不好的时候 多淋淋古画 缺少灵感的时候 多出去看看 多写声 多画实景 磨练自己 到最后创作的时候 那才能 无牵不垂 受到勤来 想画什么 就来什么 你学 咱们现在这幅画面 对你其他的创作都有帮助 也绝非是你曾经画过的 你就能掌握 你没画过都掌握不了 我给大家画的这些作品 就是从咱们第一节课开始 我们就已经有这个规矩了 随便找张图 大家挑 挑到哪个 咱就算哪个 老师可以给大家保证 从第一节课到第五节课 我从百度图片里送的那些图 我都从没见过 像是今天的这个酒寨沟 我连酒寨沟没去 我也没画过 但我为什么会 因为同用 这个以后就明白了 好的 我想在现在 就把左上和右上 这两个图给大家去掉 让同学们可以看清 咱们画面的整体 因为就塑造到目前这个程度 我觉得是非常好看的 如果大家现在选择 在这个画面中 画到现在 我可以停了 老师我觉得我可以 这张画我可以到此为止 我不画了 可以了 它完整了 上面天空都不用去找 去染色 都可以 那现在我们再去画 打水底 绘画真正的 绘画在一开始 我并不反对 把它当成一种技法 你没有技法的支撑 你的内心的感受 你是表达不出来的 就像一个小孩在聪明 但是你六个月 智商 智商两百七 但你不会说话 对吧 但是你不会说话 那你也表达不出来 到了后面 咱们这个国画 就会生化成文化 再到后面 它就会成为哲学 一种人生哲学 哲学是什么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这几千年来着 各种伟大的这家家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话题 而去做理论的 咱们画画也有哲学 是你的这个 内心的哲学和心态 来 清水一打 咱来恢复同学们的问题 老师 云的这个机理太多了 会不会显太碎了 这个地方 我们就要这样去表现 与它对应的上方 要整 这样就把它破了 如果我们底下把它画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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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满密 上边也是这样 要乱七八糟 一块一块一块 这样显得不行 上面屏 底下跳 让它形成这种对比 才可以 才可以 我感觉我们现在水平写成创作太难了 重要的是回过头 要把专项和临摹再多看几遍 好 那现在啊 同学们 像惊鸿一撇这位同学说的很对 我应该回到这个 临摹中 我再去看一看 但是 你学完了临摹之后 你还有必要再去画曾经临摹的几幅画吗 如果你画过西山心里图 你就可以去画泛宽的那个雪景和临图 你画过荣西摘图 你可以选择这个泥赞的任何一张画 你得画不同的 我并不推荐一张古画 临好几遍 临摹好几遍 就像 我临那个千里加尘图 千里加尘图那张画画了一个多月 但就那个 就原作大小用娟画的千里加尘图 我一辈子就画一张 再没碰到 我一辈子就画然后 我就画了 我一辈子就画了 你放下来 我看看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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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摹的图都在哪找 有同学能帮北京同学 把中华珍宝馆的几个字 给老师打出来吗 忍出不同的默色 对,这位同学看到了吧 大家都很热心 一直在互相帮助 中华珍宝馆 你可以在手机的 在这个软件商城里下载的 也可以直接从电脑上直接搜索 在里边你想要的图 基本上应用尽用 而且都是窗高清的 我老是给中华珍宝馆打我帽 其实他们根本就不认识我 我真是觉得太好用了 我们老师们都用这样玩意儿 实在不行 也可以在那个淘宝上去买图啊 就是七八块钱 或者说我觉得最多不超过20 能给好几个T 这T币有多大吗 反正一个电脑普通你装不下 就这么多的图超高清的 他可以给你发到网盘上 我买过很多 那个东西也很好 但是就不好搜 因为他没有搜索引擎啊 你想找哪个你得随机碰 你挑着哪个画哪个 六百注意 老师毛笔太小了 还可以 咱们开始画了 熟能生巧 咱们同学说 老师我这个云老师画不好 熟能生巧 量变 引发质变 要耐心 用心 有恒心 这种话我不能跟刚刚入学的同学讲 但对于咱们在这待了这么久的同学 已经可以跟大家调明了 画画 你就是得有恒心 有不断的向前的意识 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自己的心态愉悦 因为画画是个很开心的事情 加重 加重 哎 这跟咸条画出眼看 效果不同了 这多整啊 整和底下形成对比了 因为这天空 这呢会稍微云木 就行了 来吧 这个然后呢 我们用注标色 拿一个新盘子 这也是老师最后一个盘子了 我今天准备了就这么多 也正好用上咱们 这个除了折势之外 这是应该是最后一种了 画太阳 来哈 误打误撞 在这儿画面偏左的这个位置 用比较重的这个注标 我比较推荐注标色 因为这个用朱砂的偏红 画日出 总是 很难避免 这有一点点俗 有一点俗 这个太阳就不要画太大 这轻轻一点 不用特别圆 就OK了 点完了它 在它周边染一些稍微的染一点点的云霞 也别太多 注意啊 也别太多 看有一点点的云霞散开 串门 串哪个门 竟然敢在老师上课的时候 大肆摊了串门的问题 简直就是逼我 罚你们抄自己名字五十遍 哦 北京同学是从花鸟专项的呀 那你的花鸟老师是谁呀 文浩老师 好的 我知道 我一定让文浩老师重点的照顾一下你啊 哎呀太有意思了 找到了自己 找到了当班主任的感觉 刚刚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就像曾经 也不是曾经就像班主任问一个班的学生 哎 你有手机吗 叫我打个电话 他拿走你的手机打个电话就给没收了 再也不会给你了 对不对 行 那然后呢 我们用一点点的这个时色 看看这个日光点个半截有一个效果 我就很OK了 这就很OK 就不要点的那么红那么艳 要我个人创作 这我根本就不会点这个太阳的 来吧 调一点点的 这时 淡淡的 一定要很淡 这个不能太重 其实我最近看出来咱们这个同学们好传门好留班啊 我从南部直播间进进出出的人物 我都能看出来 其实有很多来了如果也没发言就直接走了 还有很多同学呢 一来待一待一节课 很隐蔽 也不说话 不管是是不是我班的啊 有问题就问出来 说不定你的问题对大家都有用 你想想 我我要是去隔壁的麻辣姐家串门 往往人一坐 我不说话 还都没意思呢 有问题就问 好 再继续往上 走 画完了等干了 这个都是可以继续再去调整的 尤其干了之后我们的线条会逐渐的浮上来 对啊我们的线条会再继续上浮 哎 这儿 染出石头的质感 说实话咱们这个 这个画法呀 有点像那个俄罗斯那个油画风景 大家如果对 因为咱们中国的油画 以及这个素描的教学 对啊跟苏联很像 不能叫俄罗斯啊 那苏联 俄罗斯 他解体了之后 他这个艺术对咱们影响就不大了 就是苏联 那个时候那个老派的那个油画风景 他会 画面会偏一些暖色 不管是蓝 或者是黄会偏些暖 而且有一种明显的年代感 那是当时那些人们画画一个倾向 一个倾向 再继续添加 别压得太靠线 在这呢 咱也有点优白 对吧 咱有点优白 再把褶石色再重 调浓 同学买串门好事啊 我也爱串门 我有很多时候都是老师们去上课的时候 我就突然进制补店 发个眼我就溜了 不过太忙了 去的时间也不多 很有意思 老师画的又比饭画好看 那是很正常的 因为你们画的好 你们画的好 我就有信心 我有信心呢 我就能适当的丰富画面增加难度 因为有同学一般在课上可能画到某个程度 这个问题就开始爆发了 就很多 老师我不懂你这画什么呀 那给我讲讲吧 这样的话 当老师意识到之后 就可能把这个大量的时间呢 投入对同学们这个答疑解惑 并且会人为的降低难度 这都是 要不说呢 你画上 你画家 画家不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一个词 他就是作品创作者 作品创作者对于作品是有掌控能力的 对吧 你是 那个 这两组我会丰富一些啊 简单一些啊 着重在哪啊 次重在哪啊 我都会有一个度 这样有一个把控 慢慢的 我们都会逐渐的适应并且学会 其实不管老师是增加难度了也好 是降低难度也罢 这都是为了大家 现在呢画面上方呢 整体有一些偏黄 一些偏绿 实际劲就花青了 什么都没放 等到干了之后 他这个原本的色相 会变得逐渐清晰 这些墨线呢 也会逐渐的在 这个应声出来 这时候老师拍照 发到咱们的同学群里 好了 今天的课程呢 咱们就讲到这了 同学们 不要忘了多看看回放 好吧 多看回放 尤其是画这一组的时候 这种品创是 线条的灵活程度 丰富程度 应该是我们 进入大鹏以来 这个是最丰富的 比这儿呢 用笔的难度要稍大 但虽说它是次要的 这也是我经常讲的一个道理 次要不意味着我们不认真 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啊 有的时候在一个画面中 有的时候在一个画面中 次要的东西 就是 它是主体 后面次要 用笔啊 线条啊 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这个流程呢 不少 反而会多一些 染云和染倒影的区别在哪 现在看这些云怎么燃起来 看是倒影 那云怎么可能是倒影呢 你画面 在顶上怎么可能会有倒影的感觉 对吧 并且如果在水面的话 老师 我不是特别特别的推崇 画这种平图的倒影 那我会选择用点 画出曝光灵灵的感觉 这个在咱们第三节课讲过 对吧 第三个画柜里 就是破的那个 特别漂亮那一张 咱们是给大家自己讲过的 好了 今儿这个课 咱们就上到这儿了 同学们 好好休息 咱们下一节课 再见 请把今天的两幅画发全力 没问题 每次咱们都发